那當然尾盤收了一個上影線 但是我們以目前的一個盤勢來看 其實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盤勢 這個大盤的部分在目前的位置 出現了一個很劇烈震盪的一個走勢 請問一下 現在是屬於低位階還是高位階 我想當然是高位階對不對 那一個訊號就是說 在指數的一個高位階高檔區 進入一個劇烈震盪的盤勢 這通常會是 轉折或變盤的第一個訊號 大家去做一個留意 這跟我們早上講的一模一樣 這裡你不要太放心 目前的一個盤勢 就是說你必須要心中有一把尺 甚至你的尺骨裡面來講的話 要去設定所謂的一個停順點 或者是已經是弱勢的部分 各個股如果說是走出一個 比較偏空頭排列 或是已經是弱勢 甚至已經跌破你所預設的一個 置身位置來講的話 我都認為你要去做一個 先行出脫這樣的動作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大盤出現了第一個 他就是一個高檔震盪這樣的一個訊號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在這個一個禮拜 應該說過去這五個交易率裡面 幾乎都是 帶出一個爆大量的情況 那今天來講的話量更大 4800多億 那可是問題是爆量震盪 這爆量的部分 如果說未來 行情再去做往下走弱的話 那是不是 在這五天裡面爆量的一個幅額 就變成了一個所謂的套牢量 所以說量在這個位置 指數又不上去的一個前提之下 其實是不太有利於大盤的一個後續 我不需要這樣講 所以說在目前的一個短線轉折來看的話 回到我們 再回想一下我們早上所講的 第一個 前波高檔是不能做一個跌破的 我都說我們以大盤K線來看的話 其實有沒有注意到今天呢 今天在下引線的這個位置啊 剛好就是點到前波高檔區 的一個上緣的一個部分 換句話講的話 今天我想 不知道是不是有政府基金 還是互換基金 有看我們早上的一個節目啊 知道說 這個前波高檔不能去做一個跌破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來去做一個利手 這樣的動作 所以說這邊來講的話 拉出一個下引線 特別在尾盤 你會發現台積電點火了 台積電點火很顯然 這個地方去做互助指數 這樣的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原因去做一個存在 所以說後續的觀察在明天 明天或後天或下禮拜來講的話 你就要注意到第一個觀察點 就是第一個 十日均線不要被跌破 我想今天盤中稍微跌破一下 那第二點來講的話 就是前波高檔的位置 不要被跌破 不要被貫穿 哪怕留下下引線 收上來都是一個比較弱勢的一個局面 所以這兩點來講的話 大家在整個技術面 去心中有一把尺 要去做一個考量 到底什麼時候 我該去做一個減碼 什麼時候我該去做一個退出 然後再回到我們的一個主題 我想下午的主題在於說 目前我們認為 如果說你用很長的角度來看的話 趨勢是多頭 但是電子高檔股 或者是中小型股 這個地方要去做一個退出 那我們下午的主點 主要的講的就是說 資金還是繼續往傳採 去做一個移動 你看到像今天的一個貨櫃航運 還是很強 那原因在什麼地方 我們就一一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首先我們看下一張圖表來看的話 為什麼我說這個地方指數高位階 雖然 雖然我們認為現在是一個多頭格局 但是你要去留意一個重點 就是說目前的一個指數位階 是高的 在這個圖表裡面有幾條線 第一個 紅色的線 就是一直往上 最上面那條是 目前台灣的M2 貨幣供給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在 整個這個藍色的線 就是目前的一個價錢指數的走勢 我想當然目前是一個創新高的局面 那這張圖表來講的話 就來看說到底目前 我們的一個行情 大盤有沒有出現 所謂過熱或泡沫的疑慮 我記得我在 兩三週前講過 就是說泡沫的確目前是泡沫 但是 指說這個泡沫什麼時候會破 會是這個月破 還是 半年後破 還是明年破 我想這邊來講的話 大家就掌握這個重點 目前的確是哦 因為我們從 如果說把目前台股的一個總市值 屬於目前的M2 發現大概95%到96%的資金 都是跟股市有關係的 就台灣裡面 95%的資金到96%的資金 都是沾過股市的水 我可以這樣講 就集中到市場上這個地方來 代表說目前的台股 其實都是處於一個相對比較熱 或是過熱的一個階段 那這樣的情況來講 他其實也跟國際股市創新高 或者是國際股市 其實都有類似的一個情況 目前的一個市場是非常的一個 熱絡的一個局面 只是說現在就很吊詭了 現在是一個 長線景氣是往上的 因為今年的GDP 是來到6%以上 就全球的部分非常厲害 那明年來講的話 也有3% 也是一個過往來講 非常非常不錯的一個數字 那只是說在這樣的一個 景氣回升的過程當中 那指數也很高啊對不對 指數的位置也是在一個相對高位置 那到底我們該怎麼辦呢 那首先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有遇到這個所謂 標股做一個行情結束的一個時刻 標股崩盤的一個時刻 你要去做一個比 譬如說早上講到的四星KY對不對 他過去也是講標股啊 過去從兩三百塊 這個去年的時候四星KY 也不過就兩三百塊左右的一個水準 一路漲到1000塊 你說他是不是一個 很標準的一個標股 當然是 我現在這邊來講的話 股價經過了一個長波段的往上之後 結果 最近的一個利空反而是一個頭部出來之下 往下去做一個跌破 當然像這種類型的個股 或是有這種類型範例的股票 我想我今天選的三檔 要跟大家去做一個說明 像四星KY有這種影子的部分 我們在這個位置是要避開的 對沒錯 我們今天有邦家列選一下 除了呢 像是四星KY 近期已經連續吞下 第四根的一個跌題了嗎 還有哪些 以前是標股 但現在恐怕是腰股 但他這個腰股是不好的腰股 不是代表他的趨勢是持續往上的 甚至呢 是一個很明顯的往下走的一個趨勢 冠州哥今天就要來幫大家統整一下 那小畢也補充一下 剛剛三大法人最新的數字 包含像是外資在今天是賣了17億 那麼三大法人全部都是站在了賣方 因此呢今天總共調節了36.5億 那盤後交易的話 可能還會有一個更多的數字 那明天早上我們再來幫大家更新 到明天就要召開法說會 今天可以看到 進場買的 是不是對於明天法說會還蠻有信心的呢 又或者是說 台積電這檔近期來說 冠州哥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或者是給觀眾朋友們 什麼樣子的一個看法 可以預估明天的法說會的 一些相關的內容嗎 其實以目前台積電的法說會 我們認為是應該不會太大改變 他就是一個不會有太大壞消息的情況 換句話講的話 資本支出盈量維持一個高檔 然後在整個業績表現來講的話 應該也不至於太高 可是為什麼股價就是不動呢 我認為還是要進入一個整理 這邊來講的話 比較好的情況 沿著這個季線 也就是在這個600塊上下 去做個橫向 那橫向整理之後來講的話 可能到五六月 再看有沒有去做網上發動的機會 因為如果說現在整理 到五六月之後 原本600多塊股票 你會覺得很貴 可是經過整理一季 或者是更長時間之後來講的話 可能他就打出一個底部完成了 那加上 在整個五六月 再去做網上發動的話 那剛好也就順勢承接 下半年蘋果的一個訂單 的一個業績起飛的一個時刻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我認為短線的這一個 台積電走勢 應該還是在一個整理區多 那目前來講的話 看得出來 這個投信的賣壓 是短線有比較多的一個情況 那反而在外資來講的話 賣壓停止了 但是他出現一個比較 緩步去做固取的一個跡象 換句話講的話 如果我們用外資的一個思維來看的話 目前就是一個 大概是一個整理的一個低位 可是有沒有去做攻擊拉貨的一個情況 其實並沒有 這邊就是一個 逢低承接去做一個 慢慢吃貨的一個狀況 那至於說投信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反而出現一個大賣的一個狀況呢 我認為 也許跟這個四星KY是有點關係 就是可能四星KY賣不掉 就賣比其他股票 可能目前 在整個市面上 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就台積電的股價來說的話 我想明天的消息應該不會太差 那可是股價會不會 因為這樣去發動呢 我覺得也不會 那就是進入一個 更長時間的一個整理情況 OK 但相較於台積電 今天的晚盤 聯電的跌幅在早盤 也是算蠻重的 來看一下聯電近期的走勢 也算是一個橫向的整理 雖然說沒有重挫太多 但是股價好像也是相對來講 比較疲弱一點點 特別呢 在於感覺56塊 57塊還是有一個賣壓所在 因此今天聯電最後是跌了1.7塊錢 收在52.7元 聯電的話呢 近期有沒有什麼要 特別提醒觀眾朋友的 對 聯電其實外資跟投信在承接 可是為什麼股價強的話 卻沒有去做一個往上 大幅的前進 我想還是受制於台積電 因為大哥不漲 二哥也很難去做一個突破 那更換三哥 跟四哥這個 世界先進的利益電來講的話 可能就也還沒有去做 走出一個太這樣子趨勢的行情 可是我認為聯電還是在 目前的一個位置而已 是在月期線這個地方 去做一個橫向整理局 像今天的一個下跌嘛 但是他也拉出一個比較長的下影線 我認為低檔 短期來看的話 應該也不至於有太多拉回